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和老公Mike以及三个女儿到韩国旅行 四处嚷嚷着说要找欧巴的他 其实还是最喜欢和Mike合照 不过他昨晒出老公与女儿的合照时 却因为Mike每每都会穿出让人眼睛 未知一亮的衣服 这回连他自逃经营都忍不住提问 小S昨晒出一组在韩国游玩的照片 搞笑喊着欧巴到底躲在哪了 不过不少网友关注的焦点 却是Mike一抱着徐老三的一组照片 全衣他穿上印有玫瑰花的紧身上衣 连淘金灵都忍不住笑问Mike都去哪里买衣服 还有网友笑亏第一时间 误会他穿旗袍 笑翻网友张柏之诉苦 买不及新衣被欺负18年 张柏之和谢霆锋离婚后 独自一人照顾两个儿子 是许多粉丝眼中的好妈妈 他虽然知名度仍高 却也被向太陈兰 杜琪峰等娱乐圈重要人物 点名难以合作 卸约瑞姐 收入也跟着大缩水 身上的经济压力更大 除了自己和两个儿子外 他以往连双亲和同母 异父的子子都照顾 扛起所有生活重担 终于忍不住在社群网站上 对着网友大吐苦水 他在脸书和IG速度 透露自己的手头不宽裕 压力沉重 他曾经在IG上 发过一张裸女冲浪的照片 写道 要不是有家庭负担 好想像他这样滑浪 已令不少网友为他感到心疼 纷纷留言替他打气 他最近又在社群网站上 表示自己穷 不买新衣服 不请设计师 除了道具外 筛裤鞋袜 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买不起新包包 旧的包包循环利用 连化妆师好友都帮忙处理一些事物 简直可想象中的 大明星感有的生活相差十万八千里 外界都知道 张柏芝对于弟弟张豪龙始终关外有加 他在社群网站上发布弟弟照片时 则写了以下留言 他一定在想自己的子子十八年来被人欺负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太了解他了 暗示自己已经被欺负了十八年 十八年前正是西元 1999年张柏芝仍是又拍电影 又出唱片的红牌偶像 自此之后 他凭辱忘不了登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 与谢霆锋的恋情 亦是各大娱乐 新闻报道的焦点 更被卷入了陈关锡的预兆事件 原来在那些年之间 外界看他风光无比 背后竟有如此多的心酸泪 17年婚姻不是说分就分 温碧霞 真心身边人 何事结婚17年 最近同老公和祖 光闹或变的温碧霞 安润 中午十分现身机场 透露为工作离港数日 安润 身穿白色吊带裙 化了妆都颜种种极有眼带 脸容略憔悴面对在场守候的大批传媒 他先多谢传媒 家人 朋友的关心与爱惜 然后入正题说 两个人相处 没可能永远风平浪静 可能会有些小风波等 安润 直言跟老公游 开始至今都是两个世界的人 尤其是作为艺人的他叫情绪化 老公则是生意人 好多观点有不同 又各有各忙少见面 在了解和沟通都有不足下出现了问题 但强调事件没大家想下班严重 未有办理过任何手续 并说 17年感情 不是说分开就可以分开 他称这是令他更明白 他们依然互相关心 故会互相珍惜对方 然后 Iron又在社交平台贴文表达心声 留言 只要你懂得珍惜你 生命所有的人合适 你就能够得到最大的快乐 且仅且珍惜 共免之张柏芝诉苦 买不及新衣 被欺负18年 张柏芝和谢霆锋离婚后 独自一人照顾两个儿子 是许多粉丝眼中的好妈妈 她虽然知名度仍高 却因被向太陈兰 杜琪峰等娱乐圈重要人物 点名难以合作 卸约瑞捡 收入也跟着大缩水 身上的经济压力更大 除了自己和两个儿子外 她以往连双亲和同母 异父的子子都照顾 扛起所有生活重担 终于忍不住在社群网站上 对着网友大吐苦水 她在脸书和IG速度 透露自己的手头不宽裕 压力沉重 她曾经在IG上 发过一张裸女冲浪的照片 写道 要不是有家庭负担 好想像她这样滑浪 一面不少网友为她感到心疼 纷纷留言替她打气 她最近又在社群网站上 表示自己穷 不买新衣服 不请设计师 除了道具外 筛裤鞋袜 都是自己一手一脚做的 买不起新包包 旧的包包循环利用 连化妆师好友 都帮忙处理一些事物 简直可想象中的 大明星该有的生活 相差十万八千里 外界都知道 张柏芝对于弟弟张豪龙 始终关外有加 她在社群网站上 发布弟弟照片时 则写了以下留言 她一定在想自己的子子 十八年来被人欺负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我太了解她了 暗示自己已经被欺负了十八年 十八年前正式西元 一九九九年 张柏芝仍是又拍电影 又出唱片的红牌偶像 自此之后 她凭辱忘不了登上香港电影 金像奖影后 与谢霆锋 的恋情亦是各大娱乐 新闻报道的焦点 更被卷入了陈关锡的预兆事件 原来在那些年之间 外界看她风光无比 背后竟有如此多的心酸泪 演唱装 文字幕提供 Hause 启道 不同 Loop الف 词